這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每本是被欺負的人 和有本是的壞人 那個是哪種人 第三十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新演員 易陽千世 在少年的你的小北身上 有你的影子嗎 我自己覺得 有一小部分我的影子 哪部分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有很多一些 最終放到成片裏的反應 或者某些瞬間 都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 某些真正的一瞬間 就不是我去演出來的 小北身上的什麼東西 讓你有這種感覺 小北他有一點是我 一直很喜歡很嚮往的 就是他能夠真正的 把自己武裝起來 去對抗這個世界 但反倒他的心裡 是一直很善良的 很純潔的 所有人就是了 2018年10月 易陽千玺首部主演的 電影《少年的你》上映 這部電影 聚焦《校園欺凌》 這一社會現象 易陽千玺在裏面 饰演從小混迹街頭 终日打架混日子的少年小北 你在高中的时候 有接触过小北所面对的环境吗 没有 高中基本就是在外面到处飞 所以小北的生活 是跟你完全割裂的对吗 完全割裂 你怎么进入他的世界 时间吧 然后剧组的氛围 然后导演他们的能力 然后对手吸引人的能力 我觉得都算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感觉少年你拍的 算是那种细水长流 慢慢慢慢然后 到最终就感觉形成一个大瀑布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拍的时候就每天一点 每天一点 每天一点 看到成片的时候 才觉得原来有这么大的力量 作为一个带着流量明星星阳迁的女人 阳迁徙更颠覆以往的形象 和可圈可点的眼镜 刷新了人们对她的认知 为什么当上年的你的编剧 说千玺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偶像 而是一个演员的时候 你会哭 就是感觉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 重大的这么一个肯定 然后我为什么会哭 是因为当时导演在旁边 突然又拍了我一下 就一下得到这种被人安慰的这种感觉 就从生理上就会突然一下 止不住 那在你心里 演员跟偶像不一样 演员跟偶像没有冲突 但是演员做的事 跟唱跳偶像做的事不一样 就你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 想要演好戏 《少年的你》中的小北 并不是2019年 易阳迁徙带给观众的第一个角色 别生了 我回来了 有 在较早前播出的电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中 易阳迁徙扮演了一位身着道袍 头戴玉冠 手执扶沉的世家公子李毕 这个看似清高孤傲 实则胸怀天下的少年谋士 与同样年少成名 少年老成的易阳迁徙 有着共同之处 当你在《长安十二时辰》出现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天哪 要靠他拉流量吧 他会演戏吗 你知道的是吧 会 会看 你会看 看了之后呢 心里怎么想 当时看完之后 反正 本来接这个戏 我就吓得听他决心的 然后官宣之后 然后一看到就挺忐忑 然后到进组的时候 也一直在调整状态 因为我一直比较抵触镜头 就是在镜头前表演 而且之前的一些影视剧 其实都是那些角色 都是比较统一 基本就是话不多 然后脑子非常厉害 这种学霸形象的小天才 就类似这种 然后直到进十二时辰的组 才开始 当时也是说赌一把 你找到做演员的感觉了吗 我在里面有 觉得演得很好玩 很爽的戏 然后也有觉得 怎么半天我都过不去 然后受打击的戏 立心有没有一刻想 我是有流量的 我哪怕是做一个眼神 笑一下 都一定会有人来看的 没有 当时就是在那个角色里面 你就是那个李璧 我如果穿上道服 然后手拿着这个服尘 我做这种表情的话 可能我自己也看不下去 我经常能听到很多前面演员 就说导演说过了 然后他们自己就要求 不行再来一遍 然后哪儿哪儿没做好 所以在这个组里面 能看到很多学到很多 演完了之后觉得自己是个演员了吗 没有这么感想 因为这个是所有所有人一起的努力的结果 到最后看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我跟大家的差距还是有一点 对易阳千玺来说 成为李璧的过程 也是他迈向成年的过程 节拍《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 17岁的易阳千玺正在对战高考 戏里 李璧面对的是危机四伏的大唐长安 戏外 易阳千玺面对的是人生的十字路口 开始 金组不久 易阳千玺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那个戏 杀青完我就奔回北京 然后把所有工作停掉 停了两个月 然后就专心关上门来学习 每天从早学到晚就这样 从早学到晚是什么概念 我算是那种比较有针对性的 找老师单独补习 大概时间就是从早六七点 然后一直到晚上十点了而走动之后 然后再自己学 我其实就是被考那会儿卯足了劲 真的是卯足了劲就想一定得考好 算是人生最后一次文化的大考 说想要证明一下自己 用两个月我觉得也太短了 当时自己也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然后在北京学完之后 其实并没有达到 甚至零地分数还差了有十多分 直到高考前二十天 回到我们湖南的当地的高中的时候 然后当地老师根据当地的教材开始恶补 那段时间突然一下儿 篡了离我的自己定的目标分数 高了有五六十分 为什么啊 算是开窍了 能心无旁骛地念书 对你来说是不仅奢侈的 对 非常非常享受 静下心来学习 然后静下心来读书 2018年高考 易烊迁徙以专业94.85分 文化473分 双科第一的成绩 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话剧影视表演专业录取 你带着偶像的这样的光环 进入到中戏 有压力吗 最开始有 因为入学前精训那段时间 我没有跟大胆在一块 刚开学那会儿 算是我这班里面 最陌生的一个 就对大家而言 一开始会有点压力 而且我又不是那么擅长于 跟别人交朋友 沟通交流的 怎么破解的呢 就是时间 慢慢慢慢 时间长了 然后就会有 预得到的 能聊得来的朋友 而那时候大家都是 一张白纸 每个人都是未来的演员 流量 明星 或者是偶像的这些标签 对你来说是正向的 还是副向的 这个标签在学校里面倒 还可以 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大的困扰 然后老师也都会 拿你当正常学生看待 在人生新的阶段 一样迁徙给自己 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成为演员 而实际上演员需要表达 需要 把内心的东西 迸发出来 这跟你的性格会有冲突吗 我觉得还好 反倒我觉得 我们内向的人 在平常生活中可能会观察呀 然后积累到内心的一些东西 可能会相对来说 比较细致或者丰富一点 这会让你觉得孤独吗 没有 我是喜欢这样 跟其他的人会格格不入吗 还好 就是 我有我的环境 然后 如果您来 跟我交往的话 我可能会 融洽你 接纳你 对 就是我处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这个圈子 可能说需要一点 所谓感觉上不同状态的人吧 总结起来就是用作品说话 嗯 出道以来 易烊千玺一直被定位为加油男孩主播里的舞蹈担当 真人秀 这就是切舞的热播 更是让她的舞蹈功力和专业性都得到认可 从几岁开始练跳舞 最开始是 五岁还是六岁 一开始都是那种 把我的小朋友的兴趣班 那真正发现自己舞蹈天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五六岁六七岁吧 那会儿 一个中国舞的班还是拉丁舞的班 然后老师跟我妈妈说 说我学得很快 然后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 跳舞是不是你特别自信的一件事 还可以 那时候想过自己当舞蹈明星吗 想过将来站在舞台上 跳给别人看吗 站在舞台上倒是想过 但是像这么大舞台小时候从来没想过 一阳千奇所说的大舞台指的是春晚的舞台 2016年加油男孩组合 T.F.Boys首次登上春晚 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让自己失望 也不要让喜欢自己人失望 我希望一说到跳起舞 然后能想到有阴阳千奇这个人 然后在这个组合里面肯定是街舞为主 就是我是舞蹈担当吗 但是除了跳街舞 然后还有别的唱歌啊演戏也必须涉及到 然后也不能说拿出去 然后别人会说啊这个这个才艺好辣 就不能这样 我希望我们三个能在我们这个时代 然后能用我们的努力 然后就是留下一个很厉害的痕迹 从2016年到2020年 易烊千奇已经连聚五年在春晚舞台上亮相 那你上春晚几张吗 到第二次第三次就还好 今年是第五次上春晚 对 觉得自己是春晚的老客人了吗 从我出道以来 春晚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老舞台了 但是第五次站在上面什么感觉 有一点惊喜 应该说每一次其实你都是常跳 这一次跟过去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会更适应这个舞台吧 相对会放松一些 那毕竟要跳舞要有配合 要磨合吗 在练习室我们就练了一个晚上 在练习室只练了一个晚上 我们是先提前把单人的舞蹈动作先练好 然后再合体练一晚上 然后那天晚上是练到很晚很晚 那磨合的困难吗 还可以算比较顺利 难度其实就是走位 因为舞蹈室没有那些升降 因为大家都是擅长跳舞的人 就还可以动作 跟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时候相比呢 那当然是更没有那么紧张 就是那会儿没有那么懂 然后就感觉是一股热情站在舞台上 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脑子动得少心动得多 就是纯靠感觉 不是理性地去判断计算啊这种 那现在呢 现在是过于冷静 在舞台上会过于冷静理性地判断 我刚才做了什么 我下一秒要做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觉得可能是想的太多 那是什么让你开始想这么多了 可能就是时间慢慢 就自己慢慢长大会 就开始变成这样 是偶像包袱吗 有一点算是自己的 要求太复杂吧 五岁登台 十三岁出道 一夜爆红成为少年偶像 杨千玺从此被命运推到了聚光灯下 现在回头想 十三岁那么小的时候就出道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我来说算好事 对于一个正在上学的初中生来说 忙碌的工作 算是比较融洽的接收下来了 你指的忙碌能忙碌到什么份上 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就是学校这边上学 然后周五晚上还是周六 就独自一个人飞到重庆 然后学舞也好 录歌也好 然后录一些自己的综艺也好 是最开始的时候的状态 然后就一个人来回飞 然后后来一年多以后到14年 大概十月份左右开始 公司给我们找了随行的工作人员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可能说外出的压力会小一点 有娱乐的时间 有玩的时间 有跟朋友们相聚的时间吗 有 最开始的时候在学校里面 跟同学们玩的那段时间算是 我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 非常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 只存在了多久呢 初二上半学期吧 好像 出道以后就是会减少 对 在学校里面的时间会 逐渐逐渐地开始减少 减少到最终 什么呀 就不去了 就没有校园生活 就没有时间去了 训练啊 然后工作啊 然后到处飞 就开始是这样 但实际上你只有十四岁 十五岁 对 你那时候觉得 你喜欢这种生活吗 那会儿还没有特别认真 钻研的这么深入的去想这个问题 当时就是顺着走 要工作就去工作 然后该休息就休息 实在有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要起 特别早了 然后去上学嘛 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 我爸怎么拨弄我都起不来的时候 这种时候就只有 我跟我爸说 你跟老师请 半个上午的假落再睡 我实在起不来 然后我就听我爸在旁边打电话 然后睡得稍微能起来了 然后我爸再送我去上学 少年成名带给一阳千玺的 也有身不由己的烦恼 突然有一年的国庆 是能休息 然后我就跟工作人员 我没有说我的意图 我就说想要下我的身份证 然后我是想自己 偷偷买火车票 然后出去到好看的地方 自己稍微走一走 一个人 然后我这句话刚问出来 然后工作人员就猜到了 然后他不行 就必须得跟着 在微博上 一阳千玺拥有八千多万粉丝 是娱乐圈最有商业价值 和国民认可度的青年艺人之一 对于很多是他为偶像的年轻人来说 一阳千玺更像是一个邻家男孩 陪伴自己走过青春 那你承受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目光 因为我是觉得 突然这么多人喜欢我们 我觉得这个力量 是更强大的 能够震撼到我们的 你第一次意识到 那么多人喜欢你 那一刻你还记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 记得是我们 宣布我们出道的那天 我们开了一个专期发布会 就在重庆的一个商场里面 我们是在商场的 就是中间镂空的那个中间位置 然后一层二层 然后基本就是围满了 围满了人在看我们 你当时还那么小 你当那么多人看着你 你是什么样 也是第一次成团之后 第一次上舞台好像 然后也是整个人非常紧绷 然后所有的感官啊 就感觉一直是紧闭的 然后就没有特别放松的在享受 什么时候享受到了 这种那么多人喜欢你们的喜悦 自己享受的时候 一般就是可能在长大几年以后 享受是什么感觉 有一点小幸福 开始开心的感觉 这种开心 会映示到自己内心是什么样的力量 是那种 平常是感觉不到 就是很微小很微小 一点一点 凝聚那种感觉 然后突然到某一天 等它到某一阶段成型的时候 突然一下打击到你的心灵 你就会觉得好感动 就比如最近 对 最近我在录一个综艺 就是专门做电台那种综艺 每一次电台直播之前 我们会收很多真正的各个地方人的来信 能看到相当一部分是我的粉丝写给我的 然后一方面是他在分享他的生活经历 他有一些烦恼 看这个信 看着看着看着 看到最后 然后会突然提到我 然后会说 你是在这个很困难的生活中的一点光亮 当时就觉得 突然一下很感动 就觉得你能帮助到那么多人 渐渐长大后 杨千玺开始思考成年后的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 2019年 一部电视剧 一部电影 打破了人们对她的固有印象 杨千玺 以不断突破自我的姿态 开启了属于她的 无限可能的未来 现在你最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 当然是演员 演员 对 感觉是对于实力上的人可 怎样做就是好演员 我觉得 都是这个标准 就是你自己要热情 首先态度是第一位 再落实到做事上面 就最封的结果 你自己算是满意的 那回顾自己出道的这七年呢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比较完整的 按照我自己想 想走的路 想做的事情 一步一步 稳稳荡荡地走下来了 算是我觉得 也比较难得的 我能做我觉得舒服的事 也是不容易的 那接下来呢 总结起来就是用作品说话 那我们就期待你的好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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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